它有2024年旗舰级别的大满贯接口 也有迷离电脑当前顶级的散热系统 以达到非常高的性能释放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 617-7840HS 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全派创世魔方 数一数,我们已经测试过18台AMD当前最强的780M核显小主机 这些小主机中去年多件45W,54W的性能释放 也有少数65W的高性能释放 我们就觉得了不得了 而今年,性能大战愈演愈烈 有70W的性能释放 也有75W的性能释放 还有今天这台,竟然是80W的性能释放 那么,这么高的性能释放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更大的好处呢? 是CPU更强,还是GPU更强? 能否压制住多余的热量和噪音呢? 我们要一探究竟 全派创世魔方 装置AMD 617-7840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锐点780M核显 DDR5内存5600MHz 双M.2 PCIe 4.0的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显示器背架 说明书 这板砖小电源是9V 7.89A 一共150W的功率 拿起小主机 银色铝合金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Type-C接口 三个USB 3.2A口 带指纹的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USB4接口可以接140WPD电源输入 USB4接口可以接100WPD电源输入 板载Oclink接口 USB3.2A口 双2.5G网络接口 DP接口 HDMI2.1接口 底部 后部 左右都有通风口 磁吸顶盖 双手按压左侧上下两个角 很容易取下来 这是背部系统风扇 和环形RGB灯 轻轻打开 连接线的卡扣 取出连接线 然后取下边角的四颗螺丝 轻轻踢起风扇盖板 小风扇的背面 揭开屏蔽罩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5600MHz 2280的P3E4.0X4的NVME接口 旁边是同样的NVME接口 这是WiFi6E无线网卡 敲击F2可以进入BIOS 图形界面 给个好评 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这里可以关闭指纹识别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Tuber模式就是80W 进入Windows 打开弦机中枢软件 我们可以设置RGB灯效 亮度呼吸旋转和关闭灯效 性能设置对应刚才的BIOS底的性能释放 我们选择这个狂暴模式80W 作为我们今天的基准测试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系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经过1分30秒 从86W下滑到80W 然后一条直线运行在80W 此时整机功耗跑在了109W左右 CPU频率运行在4.47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一小时内 7840HS CPU功耗保持80W 时温27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散热能力非常优秀 我们首先使用 玄派创世模仿主机的 追准器7840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56秒 共计596秒 这已经是7840HS小主机 取得过的最好成绩 超过了其他的7840HS CPUZ多线程7196.4 单线程667.2 竟然接近了7200分 多线程性能超过其他7840HS小主机 GagBenji 5多核12182 单核1938 位于所有的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GagBenji 6多核13025 单核2618 还不错 保持在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CityBenji 223多核17628 单核1772 80瓦的高性能释放下 多核性能冲上了780M核显小主机的顶峰 超过了上周我们测试过的 UM880 Pro 8845HS Passmark多线程32306 单线程4053 多线程成绩仍然是7840HS小主机的第一名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悬派创世魔方 80瓦的性能发挥 超过了所有的7840HS小主机 和最强的780M核显小主机 也在伯仲之间各有胜负 接着跑娱乐大师 总分1512100 CPU得分962677 我们还给这台78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34374 XX20376104 Coremark513149 在Coremark成绩上 它排在了所有密尼电脑成绩的第四名 在所有780M核显的小主机里 排名第一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90多帧 复杂场景80帧左右 比以前最好的780M核显 平均要高了5到10帧 荒野大飘客2 标零80P低画质 运行平固测试 平均幀50帧 这也是780M核显的最好测试结果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新穷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 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90.4度 SSD最高温度67度 DDR5内存 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spy 3224 Firestreak 8955 Steel Lomade Lite 3007分 稳定度 99.2%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冲顶了 Firestreak的成绩 超过了 华硕 LUK14 ProPlus 是我们测试的 所有核显小组机的 第一名 Timespy 和最好的 780M核显成绩 也就是板载 LPDDR5内存 超频到7500MHz 取得的成绩 几乎一模一样 从我们实际游戏中 也是同样的感受 特别是在3A游戏中 峰值功耗 接近了80W 游戏帧数 确实提高了不少 可以这样说 目前80W的性能释放下 这台小组机的780M核显 是所有核显小组机中 最强的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10位RGB的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2.1标准 USB4和DP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笔的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USB4和DP接口 能够支持4K160Hz的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组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的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NVMe硬盘测试 3600Mbps SSSTC CL5-8D1024 预装的是一块件性的NVMe SSD USB4接口外置雷电硬盘盒 3100Mbps 满血的外置存储度谢能力 测试时 小组机的另一USB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 USB4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RZ616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4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出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全派创世模仿 迷你电脑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840HSCPU 80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129.9W 待机最高功耗6.5W 待机时我们是灌闭了RGB和指纹识别 按上面这些结果 150W的板穿电源可以搞定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1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这台小主机80W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寄生噪音是54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6分贝 全派创世模仿迷你电脑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840HSCPU 80W的性能释放 多核性能超过了所有7840HS小主机 在780M核显小主机中 数一数二 图形与游戏性能一支独秀 超过了所有的核显小主机 高功耗的追求 导致了图形性能好的表现 这台小主机的接口 已经达到了 2024年旗舰大满贯的水平 双MVM1双2.5G 4显示接口 包括满血的HDMI 2.1 还有板载的 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Oclink接口 就连A口也给了4个 真的是很富裕 各方面来看 这是2024年的一台顶级旗舰 迷你电脑 题外话说一下 我们看到迷你电脑的性能释放 从前几年的35瓦 45瓦 54瓦 一路走上来 采用了更好 更复杂的散热结构 液晶 相变 均热板 再辅助于多热管 现在65瓦都是寻常 70瓦 75瓦 80瓦 都出现了 也许下次就是85瓦了 这很有可能啊 在这么高的功耗下 其实CPU的性能提升 是有的 但有限 GPU的性能提升 是有的 但也不太多 就比如今天这台 悬派创世魔方 能提高5到10帧 但不能画面升格 比如DP线5 开1080P Ultra啥的 好在这台机器 散热和静音配合得很好 没有出现飞机场 让人受不了 这也充分说明了 咱们国内 迷你电脑厂商的 开发水平 已经是顶尖的了 总结一下 80瓦的性能释放下 这是一台 目前超强的 AMD RAM7核显小主机 图形和游戏性能 达到了最巅峰的水平 散热非常优秀 静音稳定 两个USB4都能接入PD电源 厂家还分别标注了 必要的供电标准载荷 给一个好评 这是一台设计 做工 性能 散热 接口都优秀的小主机 是今年的旗舰级别的优秀小主机 对这台全派创世魔方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